全球疫情爆发以来 带给大家最不方便的恐怕就是回国旅程 且不说翻了几倍的票价 光是半个月的隔离期 就已经成功劝退了广大只有15天 带薪假期的北美打工族们 中美之间何时全面通行 隔离政策何时放松甚至解除 恐怕是海外华人们目前最大的心愿 但就在近期几个重大信号透露 这种回不了家的日子即将结束 中美之间或许迎来全面通行 疫苗护照也将互相认可 甚至完全接种疫苗后 只要通过核三检测就无需隔离 下面我们快来看看吧 根据最新消息 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将于4月下旬 逐步恢复移民签证面试 据悉 目前已有业内机构收到了 美国亲属团聚移民类客户的面试通知 面试时间安排在4月下旬 而这也预示着 自2020年1月31号起 美国驶人馆所有常规签证面试 全面取消后 将首次获得恢复 根据记录显示 最后一批参加一名面试 获得签证的客户 还要追溯到2019年12月底 即2020年1月上旬 另据外媒消息 5月1号起 美国将彻底取消国际旅行限制 与此同时 中美通行疫苗护照护认不用隔离 也或许将取得重要进展 目前 在国际方面 中国也正以外交方式 与其他国家进行双边攻攻 将致力于承认他国国家注射的疫苗 以及协商入境他国的疫苗证明 正如近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就在记者会上表示 无论是中国疫苗还是外国疫苗 只要安全有效 就是好疫苗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并且其实中国逐渐接受国际疫苗护照 已经在行动中 比如以色列 泰国等多国 都在与中国互认疫苗护照 一旦中国和泰国的双边达成协议 中国游客前往泰国 有望不再隔离 预计至8月 将会有60多个国家与中国取得互认 未来中国公民的出行将一马在手 通行全球 我们再来看看 美国最近在国际旅行方面 将要做出的大动作 据可靠消息源透露 美国航司和其他旅游相关企业 正在敦促白宫 在未来五周内起草一项计划 以加强国际旅行 并取消在新冠疫情早期实施的限制 超过24个航旅业组织 希望白宫能出台政策 让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入境人士 免除检测要求 他们还希望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能够公开表示 接种疫苗的人可以安全旅行 同时 他们敦促白宫积极实施疫苗护照 但白宫方面表示反对 这些组织表示 这些措施将加速旅游业和航空业的复苏 在疫情爆发期间 旅游业受到重撞 美国的航空旅行已经开始回暖 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数据 3月11号至3月28号 每天有超过100万人通过美国机场 到3月28号 这个数字超过了150万 而在2020年的同一时间为18.4万 当然2021年目前的客流量仍低于2019年 当时每日游客数量在210万至260万之间波动 呼吁放松国际限制的组织 包括Irelines for America 美国旅游协会和美国商会 他们希望政府能在5月1号前完成草案 取消对国际旅行的限制 尤其是美国与欧洲 中国等其他地区之间的旅行限制 目前白宫尚未对此请求做出任何的回应 不过CDC的部长早在本周一的讲话中称 正在为疫苗接种人群制定相应的政策 疫情前 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着由前任总统特朗普 开启了全面贸易战 一场疫情 似乎也将这场无称的战争按下了载云键 而近期 更有不少大型美国制造业试图倒逼政府 停止这场损人不利己的贸易争端 据路透社报道 波音周三敦促美国政府将人权等其他议题 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分开 并警告称 如果美国飞机制造商被中国拒之门外 欧洲竞争对手空中客车将获益 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方针下 美国和中国展开了一场为期18个月的贸易战 波音面临有关其在中国市场份额的质疑 彭博社称 根据波音网站上的数据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波音没有从中国这个至关重要的市场 获得任何737 MAX机型的订单 另据彭博社报道 波音首席执行官Dave 在美国商会周三主办的航空峰会上表示 我们承受不了被这个市场 也就是中国拒之门外 我们的竞争对手会趁虚而入 限制贸易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 他补充道 我希望我们能将知识产权 人权和其他东西从贸易中分离出来 并继续鼓励这两个经济巨头之间的自由贸易环境 我们承受不起失去中国市场的后果 路透社称 波音和空客有四分之一的订单是来自中国的 而且中国的国内旅游市场也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 而假如中美贸易战只能有所缓解甚至宣告结束 那中美之间或许会进入回暖期 这对全面通行开放旅游也会起到非常大的积极作用 总之来自多方面的信号显示 中美通行或许即将到来 新冠疫情对于中美之间的旅行带来了将近两年的封闭期 如果重新开放 大家是否都会第一时间回国探亲访友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